哈喽,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华人早间新闻,我是新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新闻摘要 开学季,大量中国留学生逆行反美,熬时插上网课,有人猝死,有人担忧 中国航班接连取消,不是熔断,中美航线线困境,回国更难了 拜登下令成立委员会,研究黑人赔偿法案,结果反遭黑人议员和球星打脸,我们不想搞特权 第一条新闻,新冠疫情在美爆发,使得许多留美学子纷纷选择返回中国避疫 即使现在疫苗即将普及,疫情出现好转迹象,但仍然有许多留学生计划回国 但也有一部分留学生因为种种原因,需要逆行从中国返回美国 有部分疫情早期已返回中国的留学生表示,计划今年夏季返美 疫情好转,美国许多高校宣布即将恢复实体课程 这成为大部分返回中国的留学生产生反美念头的导火索 早前,有一名返回中国上网课的大一留学生被证实猝死 死因极有可能是日夜颠倒上网课 此消息一出,在中国上网课的留学生人心惶惶 以从美返回中国的大三留学生金同学向记者表示 近大半年以来,他一直在上海的家里上网课,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 金同学表示,自从去年5月份返回中国之后就一直在上网课 每天都与电脑为伴,日夜颠倒,作息非常混乱 别说熬夜了,通宵都是家常便饭 金同学还表示,混乱的作息导致整个人的状态都非常不好 网课成绩也不是很理想 我计划夏季反美,再这样下去,身体和精神都撑不住了 疫情没弄垮我,反倒被日夜颠倒的网课生活弄卡了 金同学补充道,最近传出有留学生日夜颠倒上网课猝死的消息更是让我害怕 我现在不就是在日夜颠倒上网课吗 为了身体健康着想,我父母也同意,今年我夏季反美 与计划反美的同学不同 疫情爆发至今仍未回国的留学生张同学则计划今年3月份返回中国毕役 张同学表示,在美国仍然非常担心会感染新冠病毒 请我知道的,身边确诊新冠的就已经有6人 新冠病毒真的无孔不入,我个人还是觉得回中国更安全 张同学还透露,原本计划返回中国过春节 但担心春节期间,机场等公共场合人流量过大 于是选择3月份人流量可能相对较少的时间返回中国 在记者问及,是否会担心日夜颠倒上网课而影响健康时 张同学表示,当然会担心,但是6月份就放暑假了 我3月份回去,最多的就少两三个月,应该问题不大 然而,加州开学,学生是否返校一直都是家长最担心的话题 刚开学就感染,92人隔离在加州取消居家令后 多个学区准备开学事宜 不过,加州圣地亚哥县埃斯孔迪多联合学区 在仅仅开课两天后就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当地四所不同的学校报告了7期新冠病例 导致学校81名中小学生和11名工作人员被隔离 这是在该学区重新开放混合实力学习两天之后 近期影响很大的学校重开感染新冠事件 据了解,学区采取了减少新冠病毒传播的措施 如温度检测,强制戴口罩,教室里的桌椅距离和空气过滤系统 同时,这种混合模式要求每个教室最多只有12名学生 被分成两个独立的队列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防护措施下 最后还是发现了7例新冠病例 让更多接触者回家隔离 因此,这件事情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 最终证明了重新开放学校可能不是可持续性的 早先,美国疾病控制于防中心负责人表示 教师不需要接种新冠疫苗 学校也可以安全开学 美国疾病控制于医防中心免疫接种咨询委员会投票决定 将包括教师在内的一线基本工作者 接种新冠疫苗的顺序 排在医护人员和长期护理机构居民的后面 根据目前疫苗接种的速度 大多数教师接种疫苗的具体时间仍遥遥无期 由于新冠疫情 美国各地的学校系统在去年转向远程学习后 一直面临重新开学的压力 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 新冠病毒感染了超过2640万美国人 导致至少45万人死亡 有些父母被迫待在家里照看孩子而不去上班 与此同时 教师对重返学校表达了担忧 这可能会给他们的健康带来风险 美国疾病控制于防中心上月底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采取了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和让房间通风等预防措施后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可以在学校传播 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到 每一所学校都要有安全开学的设备和资源 他们敦促国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通过拜登的新冠救援计划 不只是私立学校或富裕地区的学校 而是所有学校都要开学 第二条新闻 近日接连传出南航、国航、夏航和东航在2月至3月期间接连取消航班的信息 取消原因目前还不明确 根据其取消的时间走势初步排除熔断的可能 航空公司则建议旅客以官网航班状态或通知为准 自从实现中美对等的一周八班航班政策以来 中国的航空公司直飞中美两地的航班都比较稳定 但是近日根据中国南方航空网站 2月12日大年初一CZ-328洛杉矶飞往广州航班取消 同时2月14日厦门航空MF-830洛杉矶飞厦门取消 东方航空2月22日和3月24日MU-588纽约飞上海取消 中国国际航空则取消了3月2日和3月30日CA-770洛杉矶飞往深圳的航班 对于取消原因航空公司则均表示并不知晓 国航官方说法是受公共安全疫情影响原因 受影响的旅客可登陆官网或APP进行机票变更候补 当航班有空余座位时会尽快通知旅客变更机票 旅客也可联系原购票渠道办理退票 免收退票手续费 机票业者表示刚开始南航取消 说是因为过年人少后来又说不是 客人打电话问过去航空公司说是熔断 到底什么原因取消航班 谁也不知道只能靠瞎猜 机票业者包先生表示 目前看来并非是航空公司自愿取消 而是民航局要求取消 虽然往年春节期间因为旅客较少 航空公司航班会有调整 但目前取消的航班应该不是春节放假的原因 且也排除熔断的可能性 目前坊间传闻说是每周停飞一班 采取四家航空公司抽签的方式 根据目前取消航班的排列来看 没有任意两个取消航班是落在同一周 这印证每周都有一个航班停飞的说法 包先生表示 相比之下 美国的航空公司美联航和达美航空 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减班的消息 也没有在美国交通部等相关部门 看到任何相关公告 初步认为 美国航班会继续按照目前的排班直飞 保持一周八班的节奏 因此 建议要回中国的游客选择美国的航空公司会比较稳妥 因为无论是之前的熔断 还是这次无预警取消航班 都发生在中国航空公司居多 美国的航空公司变量比较小 他说 现在回美国的人数太少 之前一个航班只有30多名乘客 主要是一些学生 因为学校开学必须回美国 这些学生出发前还在中国打了疫苗 就怕被感染 因为学生需要在第三国隔离14天 包先生最近也在忙着帮这些学生订机票和酒店 他表示 墨西哥坎昆的酒店都在促销 在当地五星酒店住整15个晚上 含全城机票 价格约4000元到5000元 比平时便宜50% 下一条新闻 给每个黑人发放35万美元的赔偿计划 在拜登通过忌器机票方式当选美国总统后 终于从加州走进了白宫 就在刚刚 拜登指示白宫要支持研究黑人美国人的赔偿问题 支持成立一个委员会 专门研究如何向黑人赔偿问题 由民主党佩洛西等把持的国会众议院 今天听取了关于黑人赔偿立法的提案 该提案将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美国奴隶制的历史 以及对黑人奴隶后代的歧视性政策所带来的伤害 新成立的委员会将提出适当的补救措施 包括从政府那里获得经济补偿 以补偿奴隶的后代因祖先多年付出的无偿劳动 白宫新闻秘书今天公开表示 拜登总统支持研究这一问题的想法 过去的30多年以来 民主党就以各种方式提出黑人赔偿计划 但是 即使在民主党控制国会两院和白宫 要想通过赔偿法案也很困难 根据美国CDC的数据表明 由于新冠疫情 黑人住院人数几乎是白人的三倍 而致死人数则几乎是白人的两倍 委员会将建议对美国公众进行调查的方法和适当的补救措施 全美黑人赔偿联盟的联合主席卡姆称 该委员会早该提出来了 他说 自从众议员约翰首次提出该立法以来 已经浪费了很多年的时间 许多人为此丧生 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议员 伯吉斯反对赔偿委员会 他指出 他的曾曾祖父当年乘奴隶船到达美国 但后来通过逃脱努力制 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他批评财富再分配是失败的政府政策 欧文斯说 美国政府支付赔偿是不切实际的 而且是一厢情愿 让黑人产生这种错觉的希望 也是不公平和无情的 拉里 一个保守主义电台谈话节目的黑人主持人 他说 非裔美国人已经在经济和社会方面 取得了巨大进步 并指出 如果非裔没有取得这种进步 奥巴马就不可能两次当选总统 他声称 种族主义在美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而且赔偿将是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之一 NFL的黑人钱球星赫歇尔也反对成立 赔偿委员会 称赔偿委员会将造成 种族和社会的更加分裂 沃克说到 这种反复的强调种族赔偿 只会继续让黑人把自己当作一个非裔美国人 而不是一个美国人 对于给非裔赔钱一事 你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最后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华人晚间视频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将为大家整理更多新闻资讯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